第23集 才从精神病院跑出来 这是什么?曹坤那那自语,自己都不幸是眼花了 这道光芒这么独特,虽然速度很快,但还是被曹坤看到了 看来是遇见高人了,曹坤心里闪过这个念头 坤哥,这个人有 住口 丁亮正准备说这个人有病,我们还是离远一点 却没有想到被曹坤打断了 坤哥 丁亮一愣,不知为何曹坤会打断自己的话 而且语气还是那么严厉 静静地等着 曹坤没有解释,只是认真地说道 丁亮不知道曹坤是什么意思 但两个人可谓是从小穿着开裆裤长大的 当下也选择了相信曹坤 其余两个女孩也不说话了,只是心里有些不满 而北风无暇去理会曹坤几个人怎么想的 那一缕铅笔粗细的光芒进入身体中 北风就把所有的精神集中在了体内 铅笔星粗细的琉璃色光芒移进入自己的身体内 就像是一根烧红的烙铁放入到水中一样 在琉璃色光芒经过的地方 血液都被灼烧得迟迟作响 瞬间就被蒸发了 化作了红色的雾气在血管之中飘荡 这时血缘果的药效也被激发了出来 快速地补充着北风损耗的气血 身体上的细胞也不甘落后 纷纷吸收着琉璃色的光芒散发出来的点点光辉 到达极限之时 分离出一个新的细胞 原有的细胞则是瞬间死去 被血液冲刷走 等待血液流到皮肤下时 再随着汗液排放出身体 血缘果的补充速度 远远超过了琉璃色光芒对于血液的消耗 而且多余的药力则是慢慢地增强着北风的躯体 血液足足运行了36圈之后 琉璃色的光芒才被消耗一空 这短短的时间之中 北风浑身的气血最少被蒸发了三分之一 要不是有着血缘果的药力补充 北风就算是有琉璃色光芒化作的能量滋养 就算不死啊也得休养个一两个月 才能再次休息小光明呼吸法 北风睁开双眼 一道光芒自眼中闪过 随后发出了一道似龙似虎的吼叫声 声音震耳欲聋 鱼音不绝 一道白色的气柱 从北风的口中吐出 直到一米之外 才缓缓地消散 在北风发出吼叫之时 曹坤等人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待到北风吼叫之后 一行人看着北风都有些恐惧 耳朵都在嗡嗡作响 感觉这一吼声啊 还在脑海中回荡一样 北风转过头 似笑非笑地 看着曹坤一行人问道 你刚才问我什么 曹坤的神色一灵 知道方才所说的话 都被北风听见了 急忙解释说 兄弟见谅 啊 刚才我这个兄弟讲话不对 我们也是被困在山上一天多了 心气有些浮躁 北风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 淡然一笑就接过此事 淡淡地说道 无妨 走吧 我带你们下山 也不去理会 曹坤一行人是否跟上 朝着上山来的小路走去 周珊珊在后方轻声地说道 坤哥 你为什么对这小子这么客气 给他几百块钱的带路费不就完了吗 你不懂 有一种人 是不会在意 这区区的几百块钱的 曹坤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议论了 剩下的三个人一头雾水 不知道曹坤为何这么忌惮这个人 只有丁亮的眼中闪过若有所思 这个人肯定不一般 要知道 这曹坤对待市长公子时都没有这么慎重过 上山容易下山难 再加上北风走的可是崎岖小道 北风经常走倒是不觉得什么 但是曹坤队伍之中的两个女孩子 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一路上 周珊珊可没少寒沙摄影 北风的眉头一皱 忍下了怒火 曹坤也是皱起眉头 这个女人是没有脑子吗 北风大气也不喘一口 下山后指着宅在外面的小鹿说 到了 沿着这条小鹿走的头 就可以看见清岭村的街道了 曹坤看着北风问道 多谢了 我们能带你家吃点东西吗 放心 我们会付钱的 好啊 一千六一顿饭 北风看了一眼曹坤 缓缓地说道 周珊珊一听就炸毛了 立马说道 什么这么贵 你还不如去抢 曹坤的心里一冷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闭嘴 这他妈荒娇野岭的 你这么一说 万一真被抢了 那才是哭都没地方哭呢 好 深深看了北风一眼 曹坤点头答应了 曹坤又转过头 淡淡地对着周珊珊说道 等一下吃过饭 你就自己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吧 这个女孩 本来自己觉得还挺不错的 端庄秀丽 虽然有时比较任性 但是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结果没想到 居然如此没有眼力 这种女人 早晚要招惹到 自己惹不起的人 周珊珊慌了 自己好不容易才调上一个富二代 虽然还没有确定关系 但周珊珊 显然已经与曹坤的女朋友自居了 坤哥 我错了 不要赶我走 曹坤的神色不变 说出来的话 却犹如冷冽刺骨的寒风一样 好聚好散 不要在这里闹 我们相处这段时间 相信你也清楚我的性格 我明白了 你会后悔的 曹珊珊擦掉眼泪 冷冷地对着曹坤说道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坤哥 丁亮迟疑地叫道 像是准备说些什么 随他去吧 走吧 咱们进去吃饭 曹坤丝毫不在意 周珊珊地离去 这种女人 要多少就有多少 北风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局 没有理会 这个女人走了 自己还省心点 方才就是这女的 一直对自己冷嘲热讽的 那两间都是饭厅 自己选一间吧 北风淡淡地说道 曹坤等人也没有意义 转身选了一间房屋 就走了进去 好漂亮的装修啊 曹坤的眼前一亮 不愧是高人 连这装修 都是独具匠心 也算是曹坤等人运气好 北风本来早上是不营业的 但正好自己也没有吃早饭 反正呢 都是要做菜 那就一起了 不多时 一大份育儿烧鸡就出锅了 又做了一份清蒸鱼块 虽然只有两个菜 但是分量很足 北风把自己那份留下来之后 就给曹坤几个人 把饭菜端了过去 这一次啊 北风没有做汤 那个太费时间了 现在躲 至少也要一个半小时 才能够做好 然后再来一份清蒸鱼块 要把饭菜端了 这一份清蒸鱼块 用这个清蒸鱼块 我可以帮我 去清蒸鱼块 去清蒸鱼块